北部站 北部站 始終我們香港一聽說 我搞地產 我做地產公司 就被人覺得賺很多錢 日本也很棒 大家告訴我其實不是 因為我們本身做不動產 只有日本傳統的產業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都要跟他們做 一個很傳統的私行 我在局勢沒有位置 所以現在你會見到的情況 只會每次回來公司 只會坐在旁邊好像小學生做事 復礦是位於日本九州的北部 全市人口約158萬 是九州最大的都市 和政治、經濟、交通的中心 都是日本人口第四多的都市圈 因為交通便利 而且生活成本較低 慢慢吸引了不少外國人來到這裡闖蕩 米子一連三集訪問了 所居住當地的香港人 帶大家從生活、工作和居住環境 了解福江玩樂以外的另一面 香港人喜歡去日本 有不少人為了經常在日本 索性就在日本找工作做或者發展 用工作的方式留在日本生活 今天早就來到博多車站 因為我在這裡約了一位 在福江這裡工作超過有七年的Viu 他還在這裡搞自己的生意 看看香港人在福江工作的情況 我們現在去你公司 正常要上班 對 平時幾點要上班 十點前 十點前 即是遲到的 對 那邊那邊 好 當時過來幾多歲 四十頭 中年 在我自己 可能在香港發展 一直平淡平穩 之前在香港 我有做過一些 即是Marketing工作 或者是生意 機緣下合之下 就有這樣的機會 就過來福江 最初阿Viu是 以經營簽證過來福江 當時是做民宿 幫人管理和設立 因為他看中了福江 是一個很有發展潛力的地方 因為其實一向知道 日本人口老化 是 但是福江你見到 那個年輕人 或者年輕女的比例 比其他城市是多的 嗯 即是比如說 這些時間上班一族 那些全都是年輕一點 是 你去其他城市 就算你辦公室 你去其所謂商業區 你都好像是 超和年代的大廈 你還見到有些叔叔 即是 那個分別是很大 日本少子化問題嚴重 在2022年出生數字 首都跌破80萬人的大關 但是在日本總務省 2021年發佈的人口普查裡面 福江市的人口增加數 和人口增長率 在全國20個政令指定都市裡面 是最高的 福江市人口比5年前的調查 增加了4.9% 達到161萬人 現在我們就要跟社長回公司了 是社長忙碌鐘 請進來 請進來 在2020年 Will就和幾位拍檔 成立了一間房地產公司 而藝人蒙家衛Yoyo 就是其中一位拍檔 我在局勢沒有位的 所以現在你會見到的情況 我只會每次回來公司 只會坐在旁邊 好像小學生一樣做事 因為宣傳部人員 是不需要要位的 我只可以在辦公室會議室 大廣發 Jane先生是想租盤 他說他知道我們不做 但我說我只會發給Will 他說他發給你 他有幾個盤他想看 你問問那幾個盤他可不可以 他是想何時預約的 盡快 機緣巧合 有個朋友他做不動產的 做了很多年 他跳出來想自己創建 剛巧我又和Yoyo的朋友 他又很喜歡福江 問英國我們不如一起做吧 如果在外國人向的不動產 福江都有的 可能有些是專服台灣人 韓國人 講英語系的 但講東話相對會少些 公司是屬於樓上店 和香港見到的地產店 在地鋪貼滿樓盤廣告 大有不同 那到底怎樣吸引客人呢 主要的客戶 都是海外的客戶 他們通常都會透過我們的網站 或者Facebook 一些社交媒體 去看到我們的資訊 和聯絡我們 等於他們告訴我們 何時他們通過到來 我會約他們上來公司 我們便會寫一張類似 這樣的Fact sheet 就是說現在有一個物件 在哪裏 多大 多少錢 在哪裏 如果他真的有興趣 我們便會帶他去看 日本人的文化就是 你去看樓 其實你是找到很多人 反而就是 你真的有誠意去買 那你才去看 怎樣可以找到樓盤去介紹呢 其實因為我們本身 就加入了一些地產 即不動產協會 那裏面協會裏面 有很多不同的中介 其實他們都會放一些不同的盤出來 包括我們自己 如果你去不動產買賣 那你有賣方和賣方 正常情況下 在這邊 賣方會有一個中介 賣方也有一個中介 如果在日本房地產的話 其實競爭是會激烈的 那本身很多 在日本的不動產 他們自己可能有外國人的員工 那他們相對地都可以對應到 外國人的買賣的需求 其實香港很多地產公司 他們都有專門做日本房地產的銷售 所以競爭上 其實相對地都頗大 平日Will除了要在公司之外 有時候都要出去 了解不同樓盤的情況 接著我們去看看 有一棟大廈 有個客人 即是看中了 但他就過不了來看 找我看看周邊環境 或者大廈本身 拍些照片給他看看 對 就是這棟大廈 好 現在我要拍一拍 即是看他拍一拍 對 對 至少讓他知道 這個大廈有什麼位置 附近有什麼 對 裡面有大堂 在做不動產的時候 有什麼困難遇到 始終海外人士 他們可能聽到海外客戶的時候 他們不敢去賣 很少的 但都會有的 或者我們有遇過 就是我們 比如說海外客人 買了一間樓 我們要通知租客 會變成交租交來我們這邊 我們管理公司 然後可能租客一聽到是海外屋 他會覺得不行 我要找回我以前的管理公司 無論是住還是工作 去到另一個 不是成長的地方生活 絕對是不簡單 有時候更加怕在當地 遇到歧視 或者有起事上來 難以找到支援 外國人過來福江這裏 是否這麼容易 落地生根和做生意 會有一定的難度 也就是中外國人 但是福江市政府 很歡迎外國人來發展 其實剛巧我們經過這個 Startup Cafe 裡面其實是支援外國人 例如一些水理士 或者會計師的一些 例如一些法律師 也會有不同的 會有些律師免費諮詢給你 例如你的生意 你如何可以申請到簽證 它亦會提供一些協助 因為福江市政府 其實很想作為一個 亞洲 一個他們叫Hubs 就是比較國際化的城市 開公司不難 又不可能外國人可以開的 很簡單 開公司 問題是你如何去找辦公司 如何開戶 亦都因為我們做不動產 所以我們需要拿牌照 都拿齊 但是去到銀行 它都是不開戶口給我們 最後千經萬苦開了 因為我們做不動產 亦都做海外生意 它全部都知道 我們收了一筆海外款項 就是買樓要交付款 它就鎖住了你的筆錢 然後要你提供很多支援 去解釋這筆錢做的 因為日本很擔心外國人殺錢 他們對金融防範都很厲害 所以這也是普遍創業 遇到的難題 其實你看這裏 這裏叫做福江大明加東市 你看這裏 是一個甲級寫字樓 其實它是想有一些本地大企業 或者是海外的大企業 進來租這裏做寫字樓 在上面 其實它將會六月 Riskalton就會開 其實我自己真的很喜歡日本 也很喜歡文化 但你說有沒有想到去日本做事 我始終都有點卻步 一來我很擔心文化差異 因為我們本身做不動產 都是日本傳統的產業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都要跟他們做一個很傳統的試行 例如說我們如果有客人的樓盤放出去 或者我們有樓盤租出去 突然會收到一個fax 就是我想購買這個樓盤 如果我們在香港做生意 直接說yes no 但這邊的中介 會是不直接的 不直接說的 他們不推理或者不推理 他們留一條尾 我們就要去估計 或者我們要追 在日本 中介公司大約收取的中介費用 是物業成交價的3-5% 另外再加消費稅 以一個700萬日圓的物業來計算 中介可以賺取到港幣1萬6千多元 因為始終我們香港一聽說 我搞地產 我做地產公司 就被人覺得 哇賺很多錢 哇日本也很棒 但我告訴你其實不是的 在日本的環境 日本的稅是比較重的 所以你說你賺很多錢的話 你交的稅也是相對地很多 最高是市民國的稅 入息稅也是很重的稅 利得稅 公司鎖得稅 也是很重的 Will是福江的事業 慢慢上了軌道 而他的愛情都很順利 在當地更加認識到日本太太 訪問當日 我都去了Will最近買的新屋 看看 來到福江 沒多久之後 其實是一個朋友的介紹一下 一個聚會 認識了他 本來有意就是 打算一些語言交易的意向 誰知道 約他出來 和他又出來一段時間 然後就開始追求他 當初你來到日本做一個不動產的事業 他的反應是怎樣 我想他有點驚訝 但他亦有少許抗拒 當我聽到 如果妳在福江 很想便宜 因為他覺得 很傳統日本人的想法 對外國人的想法 人家的貴賣貴賣之類 都有這種傳統的想法 最後我慢慢解釋給他聽 他都知道我真的去做這件事 所以慢慢接受 剛好他讀法律 所以他對日本法例會有些熟悉 有時我在公司遇到一些公司 例如GHR,一些職務 一些關乎法律 一些關乎法律 他都可以給予我意見 當然他的目標是香港人 但仍然在日本 需要用日本語言 所以當他製作一些日本語言 我可以檢查一下 是否是正確的 甚至是正確的 但仍然是對日本語言的 香港是一個國際化的都市 各行各業都是百花齊放 在這裡工作 處處都是機遇 可以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而福岡就是逐漸發展的階段 到底有甚麼原因 Viu會選擇留在福岡 而不是在香港發展呢? 在香港是沒錯 或是在其他地方 有些新發展的 越南、泰國、買房地產 英國很多人買 但那些是否這麼容易呢? 如果我賺到一些錢 但我做到死 我們都沒有人生的時間 我覺得沒有意思 我們那幾個合夥都有這些共識 不是我們不進取 我們是進取的 但我們要慢慢建立我們的業務 不是一下子跳步法 炒鬧 不是的 絕對 而且我們都想盡量做一個橋樑 例如日本人的文化 買樓 和香港人的買樓 盡量減少衝突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 很想做到的一件事 再給我選擇 一萬次我都會選擇在日本福岡 辛苦了Yoyo 不用客氣 兩天他都不停駕駛出駕駛油 駕駛技術很好 回香港請我吃俄乃公司 下車你吃什麼? 俄乃公司 因為最近他會沒有開 好 那麼多謝你們在福岡 帶我們吃了這麼多好東西 Enjoy Yeah 謝謝你看米子 記得留言、分享和like我們的影片 還要按一下小鈴